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蜘蛛侠也属于同类型游戏 只不过并不是同公司制作 索尼本身拥有版权 自然属于索尼互动娱乐发行 PS4独占游戏 而且很大程度上游戏是为蜘蛛侠回归漫威电影宇宙所做的宣传 对我而言蜘蛛侠制作一般 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并不考虑购入 另外由于天命2正式上线 近一个月都会把重心放在制作天命2的内容上 这个游戏值得买吗系列 将会降低更新频率 不过相应的玩后测评依然继续更新 还有个原因是可介绍的游戏基本上都介绍过了 还有几款游戏的信息还不是很明确 根据情况再决定是否更新 暂定圣哥 The Last of Us 死亡搁浅 超越战亚2 蜘蛛侠这次的制作公司是 Insominiac Games 我玩过的只有叮当与瑞奇 游戏采用第三人生开放世界动作冒险 而故事的背景是漫威宇宙的纽约 基于漫威电影宇宙过于庞大 就不在这里讨论剧情了 剧情也没什么可说的 就那么些套路 目测游戏方式和大多数第三人生开放世界相同 主线外打野做支线 或者收集道具 技能点什么的 需要做主线的时候到特定地点开始即可 我觉得游戏中应该没有彼得帕克的日常生活内容 平日行动方式全靠荡秋千为主吧 不过荡秋千可观赏度很高 与周围建筑的互动过程也有专门设计动作 只不过无限飞天似乎也没多少改变 在战斗方式上 正面战斗就是对敌人打combo 自动规避伤害后再反击敌人的做法 偶尔还能利用周围环境进行互动击杀 不过过程较快考验玩家的反应力 另外用蜘蛛丝控制敌人 也算是提供一些隐蔽击杀的途径 感应的蜘蛛丝陷阱倒是很有意思 但是利用蜘蛛丝前进的方式 与古老的PC版很相似 只是操作方式不太相同罢了 反倒与刺客胶条萧雄的勾索使用方式很像 在连续攻击敌人或者躲闪时 还会有一个amazing combo条 系统也会根据战斗时的花样复杂度提高增长值 而且雪条下方格子的功能也不明 主角任务时的打斗和剧情部分采用无缝连接 至少不影响观赏性质 翻译的代价就是期间的游戏过程是锁死的 基本就是一系列的快速反应事件 对于一些人家来说会比较乏味 看动画 注意反应事件 听对话之类的事 需要同步操作 有些麻烦 剩下就是看蜘蛛侠是如何拆掉纽约的了 还有一点是如果在快速反应事件中失败 不知是从事件的一个检查点开始 还是重新开始一次事件 若是从头开始真的挺糟糕 后面上整体来说很中规中矩 细节不错 但我感觉是太中规中矩反而没什么特色 而且主体人物与背景又有些伪合的地方 然后就是带一点卡龙风格反倒有些优惠 其实我不看好蜘蛛侠的主观原因 是对超级英雄类的游戏不大感兴趣 除了此事以外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游戏模式 开放世界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 在现在没有前途的支持或者奇葩的系统基本上就是平庸制作 尤其是我在看过蜘蛛侠游戏展示后 完全没有想要玩的想法 我反倒是想再去玩玩恶名昭彰次子和略杀原型了 就拿往日不再来说 动态随机事件系统还能给玩家期待的空间 另外游戏不强制任务的游玩方式 就算拿GTA来做比较 GTA还有现场模式这个王牌 我给出的意见就是 如果是死冬粉或者想看蜘蛛侠打嘴炮 买来研究剧情是不错的 对于一般玩家来说就不用太过在意了 我不知道蜘蛛侠的定位是不是3A大作 现定于2018年上半年发售 等到定价出了后再看值不值吧 感谢观看